3月10日湖北荆州朱女士称 自己的租房房期到了打算退租 而房东摇人厌房 房东带了5个人来到房子各种抠细节 不想退押金 甚至是辱骂和威胁朱女士 从朱女士这件事让人想起了几个月前的提灯定损事件 今年3月一位租客退租时 房东拿探照灯逐寸的检查 最后列出清单要求赔偿1万多元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这件事的后续影响更是巨大 当地甚至成立了由公安、住建、城管、街道办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如今朱女士退房遭房东摇人厌房处处刁难 房东把装修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也算在了朱女士的头上 比如说开关面板上有划痕 墙板上有脚印 这些都要定损 而且房东则认为并不是不想退押金 而是房子确实是有破损 需要协商解决房子出现的损伤 需要扣点钱 那既然收了租金 咱就要承受自然的受损 当然如果是特别大的问题 那就得另说了 大家好说话好办事 这样大家都省心 您说是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